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不过我们继续往下看下去了 我们台湾对这件事情 不管是政务团 不管是我们民间 对这一桩刺杀案 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当然大家街头相议都在讨论 那这个美国一样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反应 拜登总统哀悼美日联盟捍卫者 那就是安倍了 他下令全美国要降半旗致哀 你也可以看到 现在美国的国旗已经是降半旗了 那过去很多人都说 安倍在军事上是亲美的 那毕竟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安倍曾经在日本境内阅兵 要强顾美日同盟 希望加强这个概念 那美军最强的先锋旅团 也第一次那个时间点 首次在日本的阅兵史上的这个登场了 那过去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遏制中国军事经济野心 贡献很大就是金融时报的批评 金融时报的评论 他胜赞安倍说 他的远见催生了quad 就是这个四方安全会议 因为这个他可能觉得说 中国有扩张所谓军事上面的野心 所以催生了quad 拜登认为美军保台 这个拜登上一次来访问亚洲的时候 大家记得吗 在五月份的时候 在日本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突脱口而出说 如果中共犯台的话 日本美军美国会派兵 那个时间点之后 美国白宫不是又说了 那个是一个口误吗 安倍晋三说不是食言 这个拜登只是说出他的想法而已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 安倍在卸任之后 这个尺度大开 这个讲话的尺度很大 经常有很多挺台的言论 所以最清台 或者是最有台的首相之说 就是从这里来的 那过去我们讲到说 他在军事上是美日同盟 非常亲美 那他也希望 这个跟美国有更紧密的结合 于是有人问他说 如果美军撤离 有没有可能 他还说这不可想象 他觉得万万不可 美军不可以撤离这个日本 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在任内的2016年 日本曾经爆发大规模的反美抗议 那有总共六万多民众聚集抗议 甚至在东京 您看到首都聚集了7000人 在东京议会大厦前面示威 希望安倍的军事政策 不要往下走 因为安倍感觉上包括要修宪 包括一些安保的条约 各种的条约都认为 可能有点太躁进了 或是有点野心太大了 那安倍的亲美政策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顺利 有一说过去在川普时代 安倍好几次 包括小白球外交 像这样的场域 都受到川普某种程度的羞辱 那我们举几个例子 包括这个安倍跟川普建立情仪 打小白球 那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安倍还跌了一跤 那可是得到的结果 这个川普对安倍其实没有那么留情面 包括日本人职的问题 那次的讨论也被搁置了 还有这个进口钢铝制品的征税 这个豁免全日本也没有在名单上面 还有在加拿大的G7的峰会上面 川普其实对安倍没有这么这么的友善 还可以还说了一句话说 我可以移送2500万的墨西哥移民到日本 让安倍可以快点下台就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讲出来吗 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 听起来真的不是滋味 我们刚刚一直不停的在提的修线 修的是什么线 就是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 那安倍其实也一直在倡议这件事情 就是和平宪法他认为已经过时了 应该把滋味队纳入宪法的第9条 并且增设紧急事态条款 那这件事情在日本国内 当然引起有政跟反很多不同的意见 可是安倍死后 会不会加速这个修改宪法有望 或是更加速他成功 那日本跟美国还有中国 甚至我们台湾的关系有没有变化 其实大家都在看 也都在这个观察当中 安倍离开了遇刺身亡 中国大物学者说 有可能会加剧日本政坛右倾 就是更往右边来倾斜了 因为毕竟他离开了 而且是用这样的方式离开 可能大家会更团结 右派这个部分 岸田治华萧归草水 大家都说岸田 他就是怎么讲 是小老弟吗 后头有人在指点江山吗 那如果这个指点江山的人离开了 他是不是就可以更做自己呢 或者是利用安倍的死亡 争取人心扩大影响力呢 这个都是有很多很多的铺陈 跟很多的揣测 也有学者说 每一次岸田 他可能要挣脱那个智库 这个想要对中国友好的时候 安倍就会很巧妙的 或是很巧合的 提起了台湾问题 譬如说台湾有事 就是等于日本有事 台日友好等等点点 这是有一派的说法 认为岸田其实被牵制 被安倍给牵制了 如果这个牵制力量消失了 是不是日本跟大陆的关系 就会和缓呢 这是有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揣测 或者是一个说法 那安倍死后的台海局势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前日本首相安倍遇刺身亡 将决定日中台未来的走向 这是美国之音的标题 这个政坛上面 或世界上面讨论的方向 都是这样 那也有一个中国学者说 安倍的遗产就是加剧遏制中国 他认为安倍的这个看法跟想法 这个方向还是会继续讲 就是压制中国 这个日本跟中国的关系 难道回不去了吗 我们来看看过去 在2015年当安倍还是首相的 那个时间点 其实有很多民众涌上街头 对他产生一些抗议跟不信任 希望他下台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安倍 他要通过一个新安保法 也是在军事上面的一个新的安保法 对日本民众来说 他们希望和平 他们希望不要有更动现状 或者是朝一个普通国家 又或是正常国家 这个方向走 国内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跟想法 而今天美国总统拜登会跟岸田文雄举行一个电话会谈 那美中日的关系变化是不是两边的会谈里面会提到呢 以及包括你可以看到前一阵子的报道 美国日本秘密在中国周边部署入击中程导弹 那中国大陆当然很不爽 也回呛说日本你将自十二国 还有在台海的部分 对岸军机不断的绕行 那国防部也说 你越接近本岛反制的力量越强 所以美 日 中 台 这个很微妙的关系 可能都在变化中 请教赖老师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对大陆的政策 以及对台湾的政策 敢不敢走自己的路 不敢的 日本事实上还是追随美国的 对大陆政策跟对台湾的政策 所以岸田跟拜登的通话就是要被指点吗 其实美国是怎么做 日本还是跟得怎么做 而不是日本引导美国去做 我觉得这一点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 还是要理清楚 大陆的研究员也要理清楚 好 怎么说呢 你看安倍上来了以后 他的主张还是要缓和 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 可是等到美国的总统川普 他跟中国大陆关系越来越紧张 然后贸易战 然后再来就是各种 然后开始打台独牌 打得越来越凶的时候 你看日本的整个政策就转向了 那是安倍晋三的时候 然后到菅义伟 到今天岸田文雄 其实都是走同样的路线 也就是说他是跟着美国走 因为他一直在盯着美国 美国如果开始调整 对中国大陆政策开始和缓 日本马上就开始调整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还是要理清楚 那对安倍晋三来讲 他有个人的意志 可是等到他在台上的时候 你看他个人的意志就减少了 如果说 刚刚我们强调了 说安倍晋三对台湾很好 是吗 如果是的话 你在任内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跟大陆断交 然后跟台湾建交 你在任内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跟台湾签订 这个军事同步条约 你在任内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承认 钓鱼台是属于我们台湾 那个宜来线的 都没有 那你说他对台湾好在哪里 他的任务是满足日本人的利益 也就是为他的修宪 开始在创造条件 创造什么条件 他把两岸的关系搞得越来越紧张 什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那就是把两岸的关系 搞紧张的时候 一直支持台独 支持民进党 然后把两岸的关系搞得越来越紧张 接着就是金字乌克兰明日台湾 然后再把他衍生成为金字乌克兰明日东亚 所以中日的关系把它弄得很紧张 也把两岸的关系弄得很紧张 这样的情形创造一种氛围 让他能够修宪 其实他创造的这个氛围 就是为了明天的参议院 参议员的投票 因为在这次的投票 大家估计 大家估计就是日本联合 愿意修宪的这些政党 应该可以超过三分之二 所以相当有可能可以成案 也就是说本来安倍晋三 他的整个力量在做的 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创造了一个环境 这样的他一旦成案了 也就是参中两院就刚好都是 能够拿到三分之二的时候 在野党的力量太弱 所以目前的执政党的力量强 然后他拿到三分之二 他成案 然后接着就举行公投 举行公投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让日本的国民 走出来投票 然后投赞成票 当然就是要继续驱动 两岸关系的紧张 以及继续驱动日本跟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今天是岸田当家 岸田他要考虑到的就是 目前日本的经济情况很糟 日本的失业率 已经一直在浮现 日本的GDP的成长 已经越来越有问题 日本的外贸已经出现 次日逆差 已经连续三年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日本该怎么办 可是问题就在于 安倍晋三的三支箭 搞了九年了 已经证明失败的时候 他还要牵制岸田文雄 不能修改他的 所以我个人是推断 安倍走了 对岸田来讲 短时间不会大改 但是我觉得对岸田来讲 他在国内的政治 经济政策方面 他还是要走修正路线 所以未来有可能 有一些改变 不过是慢慢的改 不会很剧烈的改 不过讲到日本 和平宪法的修宪 如果真的过了 影响是不是也真的非常大 来 请教亮哥 你说真的要看他怎么修 那 不 这个简单讲就是 他现在是一定要是 集体自卫权 那如果他改成普通的军队 那就是他对外有战争权 这个其实关键是美国 美国要不要放虎出龙 像我们用语叫放虎出龙 就是美国不再干涉 他的战争权 否则日本现在是没有战争权 所以你如果从军事主权 独立这个角度来看 日本并不是独立国家 虽然韩国也不是 因为战争权都在美军手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特殊状况 安倍本来 他就是主张强国这一派 事实上自民党有两派 就是他这个清和贵的 就安倍这一派 是主张强国的 就是政治跟军事要强大 那岸田文雄是红磁派 他是偏向民富派 就主张要 就像吉田茂这样要把钱弄大 可是这两个逻辑是冲突的 就是你军事壮大跟经济壮大 有时候是冲突的 尤其日本跟中国就是经济 经济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结合 你如果造成双边变成军事很紧张 那是不是有利益女的经济发展 因为我看日本的GDP 日本的GDP 事实上在2012年的时候 是在6.27兆 6.27兆美元 日本现在的GDP才多少 才5兆 所以基本上是从2012年 是一路下降 所以安倍所谓三支箭说 第一个叫货币宽松 第二个叫财政灵活 第三个叫做经济转型 第三个完全没有成功 因为你用货币用财政 那政府就可以做了 可是证明就是没有成功 你只是把股市带到了 26年来的新高那有什么用 你经济还是没有转型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这里 不然怎么可能你的GDP 从6.27兆跌到5兆 而且现在还4.9多 美国是一路成长 美国从2012年是一路涨到现在 到它的最高点 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对比 日本跟...台湾跟韩国 是跟着美国走 所以我们跟韩国的GDP是 在这10年是迅速往上走 日本是往下跌 所以安倍的经济学 是绝对算是失败的 是 来 请教委 汉兄 其实我觉得安倍 今天他这个事情对台湾来讲 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冲击 很多人觉得说安倍对台湾 他又不是对台湾有多好 大家在网路上面争论 我昨天看到网路上 很多人在吵这个事情 其实也蛮难过的 何必 他都已经走了 那当然他是有争议的 包含他去参拜靖国神社 包含他对台湾的一些种种等等 可是他现在已经离开了 我们现在去吵这个做什么 日本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安倍 有很多人对他是不满意的 觉得他太过激进的 这是有的 不然不会有几年前 有那么多人跑出来 在街头认为说他太过于亲美 他太过于把日本也带向了 一个他们不想带向的方向 任何政治认为 他都一定有不同的褒贬 就像李登辉前总 我离开的时候 台湾也是有人放鞭炮 但也有人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 但总是一个政治物的离开 我们在事后去脏皮 去讨论他生前所做的这些事情 都OK 可是他离开的时候 大家不必口出恶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安倍晋三因为他对台湾的发言跟政策也好 就是在情感上面好像跟台湾很好 可是实际上确实是没有 他也没有跟我们建交 也没有跟我们有实施什么样的往来 刚拉尔斯已经讲了 就是跟着美国走 美国要日本跟台湾近一点就近一点 不要那么近 他就离开一点 但是安倍至少在很多的口头上面的 写台湾加油买台湾的水果 帮台湾推销水果 又或者是在三一大交之后 感谢台湾 在台湾2016年的这个台南大地震 跟2018年的花莲地震的时候 他有发声去声援台湾 希望台湾更好 那因为台湾老百姓 尤其是年轻一辈的老百姓 对安倍是有好感的 年纪越大的 或者是更了解美中台关系的 他未必会对安倍很有好感 可是我跟大家 年轻一点的台湾的民众 对安倍是觉得他是日本 台湾最好的日本朋友 而且他知名度高 你今天换另外一个政治务来讲 不要讲别的 我刚刚讲到兼职人 很多人说谁是兼职人 就不认识的 以前他也是首相 但你不会认识他 所以就是当安倍他的知名度 台湾这么高的时候 我觉得你看台湾昨天 不管蓝绿白各界 柯文哲也好 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大家都对安倍这么写下的就是哀悼 那至于他对台湾 以及他对台湾以后的 包含刚刚前子讲到的 日本的宪法第九条会不会修正 会不会影响这个美中日关系 这个其实我们后期可以再看 但是在他离开的这个时候 我觉得大家不必口出了眼 是 安倍晋三 本来原定是七月份 有可能来访问我们台湾 不过这一项这个愿望 可能应该是已经完完全全 不可能达成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